《文字幕》 要不吃啊 不吃了 来 喝一个 喝一喝 喝一喝 那酒真不喝 你谁啊 姜姑郎忠了 姜姑郎忠了 姜姑郎忠 喝点 小舅妹 这工部的教人都在这里吗 马上就动工干活了 可不是都出来喝个痛快吗 来 派人看牢了 千万不能出任何场所 每日来催逼 可都这么久了 哪还记得清楚啊 我一进那飞园子 我就想起咱们当年的 要不咱们想办法逃跑 说话小心点 让我去 杨大人 林门主不可妄动 万圣道的人一直盯着这里 那四人的底细我查到了 果然如门主所料 十几年前 他们都是宫中的太监 现在如今居住在各地 是万圣道将他们找来 暗插成功不将人 送入宫里的 那宫中的太监 又为何被赶出去了 犯了偷盗之罪 偷了东西 不应该是被杀头了吗 怪就怪在这里 当年从他们身上 搜出不少金银宝 可他们却一口咬定 是从荒草中 一具尸体上潜到的 黄承司去查时 发现果然有具惨死的尸体 胸腹碎铃 四肢残缺 绝非人力所致 更像是虎包柴狼杀人 可百兽元氏在外宫 怎会放野兽当内宫来呢 尸体身边 也果然有不少宝物 这四人说的 便很是可信了 死的这个人 也是宫中的太监 正是 这么推算的话 我觉得这倒像是一起无人作案 分赃不均杀了一个人 当年师傅却也这样怀疑过 可捡到的宝贝并非当朝的智识 而都出自百年之前 清点宫内财务时 也不曾发现有什么缺失 可无证据之下 只能将这四人 打出工具粮食 这百年前的宝贝 忽然就出现了 而且还出现在尸体旁边 你不觉得奇怪 那你可知道这宝贝 具体的出处是在哪里 金银器皿 无从差起 刻有一尊碧玉佛像 却是百年前 光静帝收下的灵国贡品 传闻 被供奉在 吉岳塔之中 吉